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这样你讲重话了 他不会容忍执政团队的害群之骂 跟不效的个案 该查就查 该办就办 这样你讲 我们其实节目里面 一直在高端中间有很多的问号 现在妙的是 高端内部的谈话 内部的资料居然被录音 居然被公布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录音 很多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是 原来高端都已经知道 他们的案子会过 而且知道这个价格 而且当他们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 乐不可知 政府如果讲说700块钱 是一个政府期待的一个数字 我们就期待总经理 去跟政府协商 不能比喻这个数字 是不是 不能比喻这个数字 其他的都可以当奖励 其他的全部拿到董事会 最后那个笑子 笑得我毛骨悚然 高端发言人当然讲 超过700块 他说那是玩笑话 这是玩笑话吗 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高端是一间上市上柜的公司 上市上柜的公司 如果你有这个营业的利益的话 你要分给股东 你可不可以拿到董事会 这个是一个违法的事情 你是要上市上柜 你已经是已经上市上柜 你怎么可以拿去董事会呢 这就是有个背信的问题 难道其他的股东是给你逃吗 你赚到你就赚到那个地方去 这是我们要和先续名的 第二个事情是说过去来讲 大家从这个高端的股价就觉得很奇怪 你在二三十块的时候 怎么会有人大扁的去敲劲 然后呢他的股价一路向上喷进 你回头去看这个统事会里面的录音 是不是就稳定了 我今天去做疫苗 我今天开公司 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货给谁 我敢大力蓄众吗 我刚刚不敢嘛 而且我保证会过 对 如果我知道说我不只是保证会过 我还可以有一个七百块 然后七百块还是你政府期待的一个数字 有两家做疫苗 一个高端一个联亚 因为你做疫苗这件事情 生技股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 高获利的行业 联亚现在状况有点辛苦 但是高端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七百块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的产品的单价出来了 我的总价再算下去之后呢 我未来就是有个很大笔的一个获利 我的价格有了 没错 我的量也有了 而且我这个价格竟然还可以怎么样 是政府期待的数字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先讲过 如果没有先讲过 没有先谈过 没有先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我去算这个七百块 不觉得很奇怪吗 然后现场没有人 所以七百块是谈出来的吗 现场那个录音里面 现场有没有人去质疑 如果是我一定会觉得说 七百块怎么算出来的 那为什么可以算七百块 但是他们好像是已经有人 指向一条平路了 就是七百块 然后总经理去跟政府协商 不能低于这数字 你把台湾政府当成什么 当成冤大头吗 后来八百多块 对 所以有没有这样照道理 这七百就是他们什么 他们的地板价 然后到最后先讲说 如果这样的话 可以拿来当奖励 其他都拿到董事会 这不可以拿到董事会 当然不可以啊 你是上市贵的公司 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是他的单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过去来讲的话 已经讲到一个什么 EPS 十块钱 十块钱代表什么意思 后面我在猜啦 我听到声音 后面两百五十块 是在讲股价的事情 你来算一件事情 你EPS 你一年赚十块 什么意思 一母一子啊 你一年可以赚一个股本啊 赚一个资本额 你就赚一个资本额 有人做生意这么好做的吗 因为你前面已经有知道七百块 其实台湾的人民 需要多少疫苗 如果没有国外的疫苗 你算一算 你就算出来了 然后呢 用十块钱 赚了一母一子 一个资本额 你的股价是不是就可以推估到 两百五十块 这个东西 我觉得听起来毛骨爽来 过端的股价 像做云交费 这上上下下 上上下 而且每次上的时候 都有怪事发生 对 结果没事 然后呢过去来讲 合约要不要公布 赖清德先生说应该 他赞成应该要公开 然后呢 卫福部长跟陈时中 现在两个讲不清楚 其实这个东西 你要公开就是一句话 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好 不能公开的 那现在讲这个东西 感觉上好像要公开 不公开 其实混一混 一月十三号就过去了 到时候 混过一月十三号 这个船过水无痕 青州已过万聪山 那高端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要讲看他的股价 股价就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你看哦 在2019年11月31号 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状况 28块32块 这有人在这边大批的敲进 敲进之后呢 这个线图 你看哦 121块175块 从这地方呈现 45度角仰角上攻 几个月 一字头 几个月 二字头 几个月 三字头 哇 你做股票 你做得这么急 你真的好高兴 竟然可以这样子 45度角仰角上攻 然后呢 当大家有疑问的时候呢 是蔡英文总统 小英总统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下来之后呢 还是有机会 继续往上 然后每一次 都是好消息 好消息 助攻 好消息 助攻 然后下来之后呢 这个东西 才慢慢的有人去质疑说 有没有状况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东西 真的没有问题吗 检掉 看到这个线图 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 查无不法 我就想 如果真的是 配合得这么好 那高端的股东 真的是一个幸福的股东 而且今天也在查 这高端的股东里面 今天到底是民进党的高端 还是全民的高端 对 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在过去来说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疫苗就是要国造 一定要想尽办法 可是回头来看 今天国民党开了记者会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他们的股东里面 大概有一千个 是民进党的党员 我很怀疑 他们怎么拿到这些资料 但是如果 这些资料是属实 是确实国民党 讲的是一流说本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我们今天 要来圈这个权 然后呢 有资格在同心园里面的 大家口口的 你先进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二三十块的时候 你进场 然后当股东 一路往上 那这个国民党的记者会 有讲到了 刘姓的前立委 信赖之友的核心干部 还有蔡英文地方的妇女会 那这些 是不是他们的相关人等 他是他们的一些 有权有力的一个人士 你进来之后呢 股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二三十块 一百块 两百块 三百块 一路向上来喷发 那这个高端也出来讲嘛 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拿得到呢 你们是不是什么 窃取我们的投资人 他没有否认这个的真实性 对 他是说 他高端不断的被骇客攻击 有人要窃取我们研发数据 跟公司营运的资料 扰乱公司营运 意图损害公司权益 还有损害产业发展 现在立法委候选人在用不法的手段 取得资料 穿着附会 他没有说资料不对哦 是你用不法手段取得 对他讲的就是什么 窃取数万名投资人的个资 涉及损害数万人投资人的权益 你前面在讲的赚到钱给谁 给董事会啊 你现在终于想到了 你是一间上市上规公司 而且呢 其实他前面讲的 一开始就说什么 境外的骇客攻击超过数百万次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相当的简单 这些股东名册 跟哪一个是装在一起的呢 跟他们前面的录音档 这一定是一组的 是周围资料 你有这个录音档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这个 董事会里面有人偷录音啊 你没有人偷录音 你就这几个人 大家欢迎 哦700块 我欢迎 全部来董事会 大家笑话 不是你们这个与会人士 谁录得到这个音 然后呢 你有这个高端股东的一个资料 为什么他们背后的背景 民进党的信赖之友会 还是地方党部的这些韬狼 为什么可以斗在一起 那一定也就是内部的资料 所以我的研判 应该是 这些资料 股东名册 加上党部名册 跟这个录音 一定是绑在一起 一起拿出来的 而且呢 我觉得 如果高端内部的人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谁是鬼 那他们也是很离谱 因为这个东西 可以经手这些资料的人 以上市上柜的公司来讲 就这几个 然后呢你回头去想 在股东会切怀嗨里面 在笑的过程 有一个人按下手机的录音键 一定也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们这个新闻稿 并没有否认说 这些资料是错的哦 对 又不法手的 对 不法手段取得 没错 所以现在就是提告 然后呢 就是告诉大家 做个不法手段 但是他的资料 是否为真实 其实他不敢讲实 董事长 高端的合约会公布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不是讲说 大家都不反对吗 他不是讲一大堆 一大堆民进党的人 是股东 怎么公布啊 这不是自打嘴巴啊 这就是看到一件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这场选战里面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 我一个人独家注意到 我本来明天要公布的 今天在你节目上 你每天要公布 你又要公布什么了 我跟你讲 蔡英文跟 跟赖清德的矛盾 他是谁封这个合约 是当蔡政府封的合约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一个副总统 你在选举选着封了 你就把我们前朝 不是前朝 经上所定的原则 你把它推翻掉 他的甩锅 你不能去挖舱巴甩锅嘛 对不对 你这台南还有一堆疲漏还没解决 你先把我这个中央的疲漏 先掏出来搬 他为了要应付这些网友 应付媒体 舆论 然后把这个蔡英文 政府的这个短板 拿出来亮嘛 亮给大家看 蔡总统不是讲吗 他不会容忍执政团队的 害群之马跟不效个案 该查就查 该办就办 那我问你很简单 他去那个大学演讲 大学生问他一句话 请问赖副总统 你怎么样面对 或处理你民进党的贪腐问题 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回答 他说请你把具体证据告诉我 对啊 那搞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不去面对问题 那学生问你 你怎么解决问题 他不解决 他来搞什么 搞蔡英文 他这个东西就是修理蔡英文 就是修理苏贞昌 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好 宇萱 刚才讲 今天封关民调 这个出来了 现在这个封关民调之后 还会有变化吗 当然会啊 应该说变化要从现在才开始嘛 等到大家把这个整个黑布盖上之后 大家都看不懂之后 才会开始在底下按盘运作嘛 因为各位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喔 这所有份每一家民调 他都凸显出一个事情 柯文哲他有一个外号 现在出来了 叫柯木山 不是各位那种跳舞那种柯木山 是柯文哲 怎么眼睛怎么看 他就是第三啊 他就是柯木山嘛 所以现在出现两种状况 就是国民党在玩气宝 国民党现在也是明目张胆玩气宝 侯友宜就说对我讲喂水 那我让你柯文哲来我的联合内阁 你当我的行政院长我也可以考虑嘛 对不对 但柯文哲也在玩气宝啊 与此同时柯文哲也在玩气宝啊 两个到底在玩什么 那到底谁气宝谁 一个说我是第二 一个说我柯木二 对不对 侯友宜说没有我才是侯老二 柯文哲玩的气宝 他其实是叫做反气宝 他不是在讲给国民党知识者听的啦 大家都搞错了啦 大家以为说柯文哲这样 会不会真的越来越壮大 不是啦 柯文哲的气宝 他还跟董事长呛瞎 他说他现在把这些民调 都给记录下来 1月13号之后 要那些不肖的民调业者滚出去 没关系嘛潮水退了 看我有穿裤子还是泳裤都有嘛 就怕你柯文哲会没有嘛 现在状况是这样啊 柯文哲说我要操作气宝 对不对 他的目的是要跟他的支持者讲说 我们很强大 不用怕 国民党会来我们这边 我反问一件事情就好了 现在所有的政党颜色里面 谁对柯文哲的仇恶值最高 不是民进党耶 是国民党耶 国民党支持者被你弄到抓狂了耶 大家都忘了吗 国民党当初怎么上三层的 就是气你柯文哲啊 所以你跟我讲说这个时间点 他们会跑去你柯文哲那边 不会嘛 不可能 再第二件事情 不是为了拉下民进党什么都可以做吗 国民党支持者 对不对 现在他们的心中认为谁是第二名 当然是侯友谊啊 纠结盘麻花每一份民调 除了柯文哲自己的魔法民调 跟一些少数之外 大部分都是柯木山嘛 他们看到都说柯木山柯木山 怎么可能来去把这个选票 然后再转移到柯文哲上 柯文哲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 所以他这样做的目的 国民党是真心想要去挖柯文哲的票 但效果有限 我只是讲坦白的 到目前为止效果有限 因为柯文哲反向做一个叫做我也要玩气保 事实上他是在保自己的 那如果这样子 那这个局就定啦 对嘛 所以我说现在三党都在表面张力嘛 那就插一个破口嘛 这个破口是谁 柯文哲 来今天我们看一下柯文哲跟侯宇的对话 我觉得很妙 侯宇说 来来来 行政院长什么任何职务 我都欢迎你扮演任何角色 你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柯文哲回说什么 大家都只看到后段说 哎呀那个 我的中共同路人了 说他是中共支持的政党 你都中共支持有什么好说 没什么好说你为什么还要再说话 没什么好说你为什么要说 你要不要先去跟朱主席讨论一下 你公公婆婆那么多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好有得谈 正下十天封关民调之后 如果说大家其实内部都还有算盘在打嘛 内参民调滚动都还会在看嘛 柯文哲他要的到底是什么票 他不是要总统票 他是要政党票 他要的是政党补助款 他难道说今天知道2%3%再多赢5%保险 跟我访问这件事情 他能够当选吗 不能嘛 他吹嘘 他可以去吹嘘说他要抄得七宝 他自己知道每一份民调 他都不可能当选嘛 所以对于柯文哲也 现在到底什么是最大获利值 我觉得他最后倒数5天 可能会产生决断